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由邦港出声HKG部特别呈献《选委3分钟》 今天为大家介绍选委界别的候选人是 21号 苏长榮 第一个环节由主持人用一分钟介绍候选人的个人简介 21号 候选人苏长榮 全国政协委员现任香港岛国界联合会理事长 香港各界扶贫促进会主席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联合发起人兼副秘书长 全港抗疫连线总召集人 香港岛国界社会服务基金会主席 他长年致力地区建设治理 次线扶贫 社团建设服务香港 贡献国家 并且拥有近30年在香港和内地的投资经营经验 一直担任广东省投资发展促进会主席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具备丰富的社会事务统筹经验 经济民生政策水平和执行能力 苏长榮的核心政纲是弘扬香港所长 变革香港之短 主张用足香港独特的优势 发挥不可代替的作用 第二个环节 请21号的候选人苏长榮 用两分钟的简介 去讲他的个人政纲 专警的选委市民朋友好 我参选政纲的核心是 弘扬香港所长 变革香港之短 这也是我如果能够进入立法会 为自己定立的全过程理职使命 对应这份使命 我会专注以下四个方面法力 第一就是融足一国两制优势 和香港特有的长住 推动香港加速融入大湾区建设 大力发展多元经济 提升港人谋生的机会和质量 要做的具体实施就是 督促政府为国际创科中心建设 北部都会区建设 以及对产业扶持制定有效的政策 并监察它加速实施 第二就是监察政府全面提高施政效能 具体实施就是 督促政府建立完善政府部门 以及公务员队伍考核和问责制度 以及执行机制 第三就是推动确立基层社团 在配合政府施政中的职能和地位 用足社团的力量和网络 改善地区行政质量 具体实施就是 督促政府形成与基层社团 沟通和理政的行长机制 争取政府公共资源 向基层群体倾斜覆盖 第四就是监察政府扶贫措施的有效化 推动扶贫资源和行动 能够真正改善致贫根源 精准为甲有需要人数 具体实施是 督促政府制定政策 向老年贫困、因病致贫、夸代贫困 推进三类致贫根源法力 并督促政府订立减贫目标和时间 及时进行成效问责 以上就是我的参选政贡 第三个环节是候选人用一分钟的时间 回答指定的问题 蘇蔣榮先生 你最希望市民知道你哪一方面 首先大家听我刚刚正光的陈帅 相信各位都有足够的智慧 认同蔣榮当上将议员之后 所专注法力的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定是香港当下逼切需要的举措 亦都切实可行 同时大家通过主持人 对本人履历的介绍 这四个方面恰恰是我现在 在各种机构所做的事 虽然蔣榮没有在政府工作过 但和我长期管理社团和经营企业 进行的善于效能建设是一脈相承 所以我有坚定的底气和信心 在这几方面的工作上 能够利用自己积累的服务社会经验 以及投资仍近三十年的成功经验 发挥自己熟悉的长处 精准作为服务市民 造福香港 故此 恳求各位选委投赫21号 苏长榮信任一票 和你们一起携手搞好香港 多谢21号候选人苏长榮先生 希望各位香港市民和选委 能够更加清楚21号候选人苏长榮的 从政之心 请不吝点赞